今年暑假花莲推出多档大型的观光活动 不过面对国内肺炎疫情似乎加温 中央要求再重新戴回口罩 在各大活动会场 主办单位加强了防疫作为 不过也有民众认为说 花莲相对的是宽阔又安全的 因此松懈了防疫准备 经过大半年的临确诊 记录保持花莲让大家觉得是一个安全的地方 不过最近国内境外移入便利增加 中央重新要求启动防疫机制 大型活动必须佩戴口罩 而花莲县8月份一连多档大型观光活动 吸引了许多游客到法 主办单位在活动会场加强了防疫作业 而部分民众也会坚守戴口罩的规定 业主摊商每一个人都戴口罩 为了防疫问题 所以说我们每一个摊商 我们都要戴口罩 那我们这边准备的东西是说 就卫生纸之类的 尽量给他们使用 那我们卫生方面 我们都处理的蛮处理的蛮好的 对因为主要是外来的 我在外来的客人很多 我也希望说外来客人也带一个口罩 那我们业主每一个队友带一个口罩 放眼活动会场 工作人员都遵守戴口罩的规定 不过游客就不见得配合了 因为多数人认为花莲相对的宽阔安全 防疫可以松懈一下 因为刚才呢想说准备要买食物来吃了 所以拿下来一下 有我现在随身有戴口罩 可是我想说就是空旷嘛 所以可能比较 相对来说比较安全 所以我都没有戴上口罩这样 看样子虽然是户外活动不过人潮群聚 彼此间的距离紧密 还是呼吁大家要把口罩戴好戴满 以免引发疫情波动 聚者讲邦彦华联士报道